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 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 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好 又到来星期一 关公殿堂的录音时间 Andy 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 Peter 以为开始冬天过 我们这里3月15日 政府要求不需要再用冬天胎 是的 伦敦也是 英国也是 改了时间了 我打算用普通胎 限有点 谁知道今天又下雪了 又下雪 香港又下雪 星期六那天很奇怪 突然天文台有一个特别的报告 可能会下雪 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就说 有人说在屯门 在沙田真的看到有 不过现在应该开始回乱了 我们这里也好 说起天文台 我看到小朋友去参观 因为他们有一个周年开放 在尖沙咀的天文台 我看到小朋友真的很妙 或者不仅是这一次 在另外一个交通以外 也看到小学生 他们对着镜头一 完全没有这样的威胁 或者很缅甸 又或者是表达得词不达意 我觉得不知道是什么 真的可能是小朋友童言无忌 就问他 你看完这个很多仪器 很多介绍之后 有谁特别喜欢 没有 没有谁特别喜欢 就问他为什么 因为我全部明白了 我觉得在学校应该是 这个回答我 可能会是零鸡蛋也不一定 如果老师给分 如果何老师你怎么给分 问小朋友 不是 他说明白了 如果真的明白了 你跟学校应该是挺好的 Peter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 我整体上都觉得 不要说跟我们那一代 就算是跟十年前比 我都觉得这一代 是真是说话是精灵了 不知道是否跟他们用惯了 对惯镜头 不要说 有些人说他们对着手机 常常说他们有什么贼男贼女 如果是这样 有些掌故时 归咎他们就说 对着社交媒体 少跟人的互动 真的 你刚才说是对镜头 他们现在就很习惯对着镜头 对不对 我们以前说 还是拿着手机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说几句 立刻 立刻 硬了 立刻 就习惯了很多 就是这一代 也有些研究做出来 其实说 我们经常说 社交能力会不会差了 其实现在做出来 是没有这个结论的 不是因为你用手机 多了就不需要跟人沟通 没有这个关系 那跟学校的培训 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我听潘啟迪说 很多学校都有这些 叫做Show and Talk 你拿件物件 然后就对着 跟大家说一下 你对这件物件 有什么新言的看法 有什么意见 这个会不会有 有 有 不单我知道有些学校 就是我小朋友的时候 是 他也试过 学校正正就是这样 用英文说 是 他就 我自己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爹地跟我 跟我哪里都好 搬一个金色的假发来 做什么 做戴壮 不是做戴壮 做Donald Trump 我也觉得是 这一代小朋友 是多了 多了是出去 站在那里说话 对着镜头说话 当然 说到尾 都好看 那个小朋友 有自己的性格 但是训练和机会 突然是多了 是 那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那个新闻编辑 或者记者 如何挑选呢 比如说回上星期 在张温澳 那个连环的交通以外 刚好就是几架的 是校巴 因为去完旅行之后 就是 可能是回学校 然后去解散 遇到交通以外 八十多人受伤 他就在路边 那场面真是挺震撼 就访问小朋友 每个的说话都很清楚 他们 究竟是当时 是怎样目睹交通以外 他的体验是怎样的 他说得很精彩 然后我翌日又看到 这个是物流局 他在局长上电台 到现在 当然有视频的 涉录片段 在新闻里折录出来 说话 咯咯咯 我又不明白 是他有隐隐瞒 还是他在笨拙地 用语言表达自己 去解释公共政策 我真的不明白 就是一个很大 很强烈的对比 可能是 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真的有些自己都没解决 有包含 我不知道 我没有听到 是否说回 为什么发生这个意外 其实 不是说意外 是说 比如说是几条隧道 是什么时候分开不同阶段 说到将来有第四条的过海隧道 是那些 那些是好东西 我真的不明白 我最不明白 就是当一个局长 一个问责的官员 你去一个媒体 去介绍一个 他认为很正斗的公共政策 有所作为 为什么不可以说得动听点 拿分 说得很奇怪 总之 不知道 准备不足 唯有这么说 如果真的熟书的话 其实就不应该有 你只说说的情况 但是Peter 真的很难说 说到熟书的这个问题 稍后我们可以多说一些 其实过去一个两个星期 在地球村上的外交活动 是相当之频繁 很有趣 做很多大新闻 可以慢慢说 可以慢慢说 但是你说到 就是相关的 是美国总统 我问加拿大就算了 就说话都认真 他就很受欢迎的 在加拿大这里 甚至主要那个电视台CBC 那些记者做回评述 直接说到拜登 去加拿大国会 讲的演说 如果是要加拿大的写手去写 都写得很不过去那边 是这样说法 就是赞他赞到是这样的 但是拜登 如果大家有听 他的演词 里面是真的凹凸凸凸的 你可以赞他的内容 是很受乐 但是那个表达 的确是很差 说话是 口疾之余 说错数字 说错国家名 引用诗句的时候 路总报警 如果说按照 他会甜出来 下一位 突然之间就讲了 例如是 tert律后 他想讲 我估计他 先回答中 judge 不是讲低层 但说 softly 中底层 即是 таки 应该的索先就已经在빛 disciple storms 海洛 但是 estr farming 才发觉错了 然后吞回 这个已经是美国总统了 那会年纪大 是的 我也觉得是 接着他还要竞选连任 对他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已经被人觉得他开始 有些老态起码说话 但是又回头 我看今天的香港报纸 很多都笑他 应该说加拿大的时候 就说了中国 那他挂着主席 挂着总理 说了中国股将 但是我觉得这里 真的要赞一赞 美国总统说完 白宫的新闻署 当然会出回他的原稿 就是这个发研究 他里面是真是所有的东西 不加修飾的 总统是怎样说法 他就怎样写出来 就是错了再写出来吗 跳出的 跟我们说错了 银行名立刻和他改了 两码指示 OK 那些那些是多鱼 但是他会不会在Kudu里面 更正说真正说的是加拿大 不是说中国 会不会这样 没有 也没有的 没有的 这里我看到头条日报 有段文章 就直接说笑句 说错话 白宫的族字记录里面 他直接就写回 China 然后后面决住 SICC 即是说 他原话就是这样说 当然这里说他原文是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他说的 其实说错了 但是总统 而且确实是这样说出口 他就括着说原文是这样说 没有的 后面和他改的 没有的 反而有些资料性错了 譬如他说到 美国说到三大重点 这个在国会发言里面 其中一个就说 在北美洲和加拿大一起合作 在电动汽车的工业上高 加拿大做的电动汽车 第二天卖到美国 就不另外收税 接着也说到 就是说会发展很多的充电站 充电 充电 他就说了 说错了个数 他说5500 5500我们香港也不知道 然后又差联赞 其实接着他就括着了 他括着就说是55万 总统就说 50万总统就说了5500 这个数字错了 他趁这个机会就说了 一个真的数字出来 是是是是是 OK 他也有一个是他也都引手诗 就是引一个 引一个是 引一个好像是上教 就是一个军人 加拿大军人 也是私人 他引手诗的时候 他留了两个字 说了两个字 那续字记录那里面 就这样又和他括在那里 那他留了两个字 那就方便看 那就是在一些最重要的位置 他这样说就这样说 甚至他刚才说有很多 是他说了半个字出来 跟着吞翻那些 他连那半个字 就是不是全个字 都写出来 是是是 就是你会 OK 就是这个是终于 终于历史记录 是 那同时 也都没得骗 你心里什么鬼 就是一上YouTube 所有 就是原原本本 他怎么说 就已经在那里了 你硬硬和他改到 不是这样 文字记录里面 改到是这样 就更难看 是是 结果我们特首 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是 现在反而就被人笑 你明明是续字记录的 那些续什么东西 就是新闻稿里面 你就括回着 和他更正就算了 你直接去改回 对的呢 就变成 他讲的时候 是 那个 就是历史记录 我自己的观察 你不要说他的内容好不好 但是在处理上的 就是说回我们 公关处理上的 其实经常遇到的 我们的老板 发言人 谁都好 讲错话 那怎么处理新闻稿呢 你一是呢 你就不要续字记录 是 是 你就说他呢 就是表示什么什么 你不要 你不要困住 改了 改了 就改了 就是他的意思是怎样 你照改 但是你现在讲的这些 是他的原文发言稿 那些就不可以改的 改了就是反而 二兆大方 就是结果 你想和他遮丑 变成了 将那个 不是那个丑 更加放大了 他 这里就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那个心理质素 不是说 个人的心理质素 是整个政府 整个新闻机器 的新闻质素 就是那个 心理质素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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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操亮度 就是 被人反映到 你还有没有信心 就是一个 特首也好 总统也好 说错东西就说错东西 是人都会说错东西的 是不是 就是 你错了 错了也都不会 有人因为你这样说 他那天都说 运中国拍手 股掌 是人都知道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有什么所谓 他错了就错了 是 我想错又看看是无心之失 还是好像 Donald Trump 常常都是 是被人 fact check 喂大哥 说你在任的时候 多少多少万次 说真的多少万次 好像四万多次 对 就是这样是离谱的 但是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两回事 那些他是有心误到 和他特意 他说是 他真的想这样说 是 你不需要为他收拾 他真的这样说 你收拾了他说错的东西 你就大件事 是 是 你真的改了他的意思 是 但是我想说 就是现在 拜登真的说错东西 就是说错东西 他真的说错了中国这两个字 你后面就是说他 因为当时没有立刻修正 那你就说他原本原话是这样说 那当你这样说着 是 是 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是 是 那今次 就是说回来 除了这些 反映到他有少少 你这样说的 但是他的而且那个演词本身是不错的 是 是 是 还有他懂得说笑的 这些是真的要学的 我 看了这么久 就是 上任七月到现在的克拉特索 就是 真是 我没什么特别 可能我看漏了 就是没什么留意到他 是那些发言堂里面真是 看上去 说笑 而是说得 真是好笑的 就是第一个不要说他有说笑 不要说他说得真是好笑 那今次 拜登就 说了笑话 就是很到位的笑话 他是基本上就说 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 是 多方面 就是全方位 多角度 360度 用我们的术语 那他的说法就是 其中包括体育 体育的意思 他说我们是 在 那些是美式足球 就是篮球 是 是 在棒球 还有在曲棍球 都有很多交流 然后他就特别说曲棍球这件事 他特别强调 然后他就说 我也要补一句 我不能够支持你们那一队 叫做 Leafs 那一队球 然后那些人听了 就笑着你 然后他就说 你听个解释 你听个解释 听个说完 他就说 他就说 我一定要这样说 我不敢说不行 因为我太太 就是一个 她是一个 Filling Girl 她是一个废城长 废城长大的女生 是一个废城长大的 我如果不是这样说 我回到他 他跟我睡 我没得跟他睡 他是这样说 他是说到加拿大的国际是什么 就是这些 就是冰神曲棍球 就是等于美国人的美式终求 我知道你整个国家很重视这件事 我就用这件事来说笑 说笑得来是笑我自己 几高手 加拿大还有一个运动 推了什么冰壶 很厉害的 那些差很远 差很远 在I Tockey 当然了 看打球之宜 看打架 是挺好看的 所以这个就是国家分裂 那些有时候在运动场上 冰的碰撞 还有那些冰 是否设计 是否等于打摔角那些 不是了 不是了 是真的打的 是真的打的 那我想他们也都怎么说呢 可以说都挺接受 还有都 我想不是期待的 就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往往其中部分就是这些碰撞的了 那正是这里 不要说那个真真正正的外交内容 只是在总统那个 就是李笑他老也好 但是他预备了一个这样的笑话 是听众相当接受 加拿大的听众 就是那些议员一路一路响去 那响去那里哭 就是BO 在白宫那个组字记录里面 照寫出来的 那些议员是哭 但是都知道那里其实是在笑 这样说的 那所谓呢 第一个人的演词里面有这些东西 所以说其实如果你说我们要新闻署 要什么加上一些写手 除了不是说请写手的 就给这些报纸说贵 我觉得这些也不贵 这些写手不单 不单不是一般写手 是需要这些写手 就是王子华级的写手 对 刚才你说Boo照寫 如果拍掌呢 他有没有自由写上呢 Aplos有 有的 都有 他照现场反应怎么照寫 那些声音 他当时听到什么声音 他就照那个声音去写下去 终于沿着 这里特区政府有两个东西学 第一就是做记录的时候 就不要改了 第二就是写稿的时候 可以轻松一点的 就是不用每次都摆在脸上说话 好了 你可能回来继续说 就着那个说话的人 是吗 遷就他 在帮助他 会不会 是吗 就来说说 就是不和他 不写些笑话给他说 是呀 他说不了笑话 真的 他说不了福 交不了功夫 是呀 可以的 什么人都说到笑话 就他来说 一定行 嗯 嗯 我做了一个比较确的 比较多的 尝尝 今天我来问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